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派拓网络最新报告称 中国黑客组织对全球发动的新一波攻击 有专家指出中国黑客攻击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但许多国家和企业仍然反应迟钝 他呼吁美国政府制定威慑政策阻止此类的攻击 详细的情况今天请到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做介绍 魏芝你好 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这个黑客攻击 它的规模有多大 以及这次攻击和以往的黑客攻击有什么不同 是这样的 这个网络安全公司派拓网络是上周末的时候 发布了这份报告说 是作为更广泛的全球活动的一部分呢 这些网络攻击仅在美国就针对了至少370家 使用可能存在漏洞的Zoho服务器的机构进行了攻击 并且是成功的侵入了至少一个服务器 那么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也就是CISA和联邦调查局FBI 是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曾经警告公众说 黑客正在利用Zoho服务器上的软件缺陷 并且呢敦促用户更新他们的系统 但是几天之后派拓网络追踪的这个黑客就仅在美国就攻击了370个机构 并且是开始进行信息盗窃 那么派拓网络在他们的报告当中是指出呢 被侵入的机构涉及了国防教育能源 医疗保健和科技等等领域 并且是着重针对与国防部合作的公司使用的这个服务器 那么我们看到CNN首先报道了这个报告 那么派拓网络的高级主管奥尔森对CNN说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呢 黑客窃取了一些目标组织目标机构的密码 目的是为了保持对这些网络能够长期的访问 然后呢入侵者就开始成功的拦截电子邮件里面 或者是储存在计算机系统上的一些敏感数据 那么奥尔森是认为现在虽然已经有9家这个机构 在全球的范围内是被确认受害了 但是他预计在之后会发现更多的被入侵的组织 那么我们采访到的专家也是说 如果说这次的入侵没有被及时发现的话 那么这次攻击造成的损失将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评论 如果这连织的功能织的发现 and I think it had gone on since September right so if it had not been detected for another six months or a year China would have gotten into thousands of companies and you know been able to take and then been able to move and conduct espionage from those companies into yet others 那么对于是哪个国家或者什么组织发动的这次攻击 专家怎么说 这个报告怎么说 是这样的 拍拖网络的报告当中是说到说 这次的网络攻击使用的一些方法和工具 符合中国的黑客组织熊猫使者的做法 那么网络安全公司SecureWorks在2015年的一份报告当中说 熊猫使者的背后可能是中国 因为熊猫使者是在中国工作日 就是中国当地时间的中午和下午5点之间最为活跃 那么黑客使用百度作为搜索引擎 并且部分工具也是使用的是中文 而且对维吾尔人发动过攻击 那么我们采访的专家也是对此做出了肯定的答复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说这样 м绪审猫几家 是几形请 SECRET研究ופן 当然产家人都不准备 那么我们采访的专家呢是说 中国这次入侵行为策略是广撒网 也就是说攻击这个目标机构 所使用的服务器和下载的软件 而不是直接去攻击这个目标的目标机构 那么这样的话就使目标机构 在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就中招了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专家的说法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专家的说法 China is using those against commercial interests on a global scale so that type of intelligence warfare we've seen between nation states China has declared that type of warfare on commercial interests globally and that's the extraordinary part about this is that they've literally taken a global approach and taking the intelligence as being our tools and turned them against commercial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globally and they are not equipped to deal with that 是 为之 我们知道美国政府也是一再强调 这个网络安全对于国家的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美国政府将会要如何应对这样的网络攻击呢 是这样的 拍拖网络是没有透露任何的被攻击的组织的名字 但是呢 他说公司正在分享信息 并且努力提高对威胁的认识 而且是针对黑客利用的这个漏洞进行修补 那么美国的国防承包商是拥有大量的与国防有关的这个机密 那么因此呢 就会经常成为外国黑客的攻击目标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网络安全公司Mandiant 今年4月的时候透露呢 与中国有关的一些黑客就一直在利用一些软件漏洞 来破坏美国和欧洲的国防金融和公共部门 那么联邦官员告诉CN呢 黑客的这个活动是揭露了 这个揭露是证明了他们与这个网络安全公司密切的合作 并且在应对威胁 我们看到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这个官员呢 就说是通过联合网络防御协作组织 CISA与派拓网络合作 以了解扩大和推动针对报告中确认的活动采取行动 这种伙伴关系是反映了这个协作组织的价值 也就是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努力以提高可见度 并且降低任何组织无法单独降低的这个风险 那么但是呢 我们采访到的专家是认为 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应当制定政策 并且呢 加强与盟友盟国的这个合作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 感谢未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谢谢